我从小运气就很好 你们就让我试试吧 珊珊你还会鉴别玉石吗 当然了妈妈 珊珊本来就是玉石幻化而成的呀 妈妈你一会听珊珊的指挥就可以了 珊珊那我怎么听你的指挥呢 我和妈妈会有心灵感应的 珊珊会通过你腰间的玉佩告诉你的 好的珊珊 那一会妈妈就听你指挥了哦 盼盼你怎么了 我看你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天赐 我在和咱们的女儿珊珊沟通呢 听到盼盼的话 天赐一脸茫然的看着盼盼 你是说你在和梦境中 见到的那位小女孩交流吗 她难道就是我们的女儿吗 没错的天赐 她和我会有心灵感应的 珊珊说会通过我腰间的玉佩来和我交流的 她也会帮我们赢得比赛的 可咱们的孩子在你肚里才刚三个月呀 她怎么会和你交流呢 你别忘了我可是福星呀 咱们的孩子也并非寻常人的 她还让我去解救她和她的伙伴们呢 盼盼你把我都搞糊涂了 咱们的孩子不就在你肚子里吗 也许咱们的孩子就是玉佩转世吧 你要知道万物皆有灵性的 咱们还是先别讨论这些了 赢得接下来的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此刻被台下观众嘲笑的邱大师 还在慌不择路地发表着他的鉴赏观点 这个一号作品这里没有雕刻好 力度用的也不够 二号作品这里缺少了一小块 你就别丢人现眼了 什么狗屁大师 我等了这么久 你就给我听着了吗 没错的 还是那个老外评审的好呀 看来他的鉴赏仪器的确很厉害 你们懂什么 我可是从专业角度来评选的 这老家伙真的是没救了 赶紧让秦老板准备下一局比拼吧 只见输掉比赛的邱大师急忙离开会场 而盼盼他们这边也在商量着接下来的对策 秦老板 务必请你拖一下时间 我已经请一宗师过来了 现在已经输了一局了 接下来的两局已经容不得出现差错了 秦先生 你们这局已经输了 接下来要比什么呢 既然你赢了第一局 那就由胜者来决定下面的比赛内容吧 不不不 我既然说过由秦老板来决定比什么 我就不会反悔的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接下来两场中 只要你们能赢 我一场或者平局一场 我就算你们赢 你就别和我卖关子了 你这样决定肯定是有条件的 秦老板是个聪明人 如果这样你们还是取得不了 胜利 秦老板就要将公司全权交给秦公子寡理 这不可能 我知道你们会做什么 秦中还没那个能力管理公司 此刻盼盘斩钉截铁的说道 秦老板 你就答应他的条件吧 我们一定能赢得比赛的 董夫人 一宗师还没有来 我们没人能比得过他啊 我可以和他比试一下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董夫人 你可别逞强啊 你要是输了比赛 也会影响你们家族的声誉的 我没问题的秦老板 我从小运气就很好 你们就让我试试吧 秦老板 我夫人的运气真的很好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 也都是依托他的祥韵的庇佑 秦父豪你怎么看 我已经拿不定主意了 现在也只能让董夫人 帮忙脱下时间了 等一宗师来了 我们就能有胜算了 此刻盼盼也感应到了 珊珊的不满 这些人怎么瞧不起我的妈妈呢 我妈妈可是福星呀 况且珊珊也会帮助妈妈的 珊珊 你要理解他们呀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相信天赋一禀的能力 好的妈妈 珊珊知道了 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探盘你又在和珊珊交流吗 没错的天赐 你就放心吧 我和珊珊会赢得比赛的 钱先生 你们想好比什么了吗 探盘健壮 连忙和秦老板 讲了自己的想法 好的董夫人 布莱恩你听好了 我们要和你比赌池 父亲你应该是知道的 布莱恩是最擅长赌池的 你们就赶紧认输吧 公司已经不适合你 这种与时代脱轨的老年人掌管了 秦先生 那你们这场比试派谁应战呢 就由我来和你比试吧 这位小姐 我记得您并不是浴室行业的人吧 他纯纯就是一个外行人 一些最基础的东西还要别人介绍 邱大师说的没错 我就是一个外行人 但布莱恩先生不会看不起对手吧 既然他们要洋入虎口 那我只能欣然接受了 当然不会 秦松先生这局怎么比呢 你们每人在面前的翡翠原料中 挑选三块原石 谁开除原石的价值更高 谁就是获胜者 你们两位没问题吧 盼盼和布莱恩都接受了比赛的规则 他们也走向原石区域开始挑选 而珊珊也为母亲传递了她的意见 妈妈 选左边那个 最上面的 还有那个最大的 好的珊珊 妈妈知道了 珊珊说完 盼盼便向工作人员示意 左边这个 最上面这个 还有那边最大的那个 这三个就是我挑选的 见到盼盼选的原石 周围的观众也都被惊呆了 这人真的一点都不懂啊 看都没看几眼就选了 他是故意要输吧 谁说不是呢 你看人家布莱恩那边还在调食机器呢 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他是要故意输给我吗 布莱恩先生是要检查一下 我挑选的那三块预示原料吗 大哥不必了 你就等着输掉比赛吧 只见布莱恩加快检测的速度 此刻他脸上洋溢着胜券在握的笑容 布莱恩先生 你还需要多久 快了快了 当布莱恩还在挑选时 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切割盼盼选的原石了 众人都用期盼的目光望向切割机那里 我的乖孙女长得漂不漂亮呀 和我像不像 怎么可能 他随便挑选几块都能蒙中 不过这一橙色普通 大小一般 估计是运气好 虾毛碰着死耗子了 真的开出玉石了 珊珊你好厉害 那当然了 这算什么 这块只是三块石头中最差的一块 另外两块开出的玉石比这个好多了 到时候肯定会震惊这群人的 哈哈 那妈妈就等着珊珊给我争光了 帮我切开我看中的这一块吧 这块当中肯定会有玉石的 工作人员连忙帮不来 N切开的石头 里面确实出绿了 只不过只有一点点 并没有盼盼选的石头大 大师 看来你这个机器也没有那么厉害嘛 我用眼睛看的都比它准 你得益什么 你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我选的这块肯定会有玉 你一样还是会输 一个女流之辈能有什么眼光 不是运气好是什么 爸爸 你就趁着现在多得意一会儿吧 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 女的怎么了 我一点都不比男的差 你们能做到的 我也能做到 我选的这第二块石头 肯定也能开出玉来 你别在这里不懂装懂了 我已经选好第二块石头了 这次就先切我的吧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大师 第一块只是我发挥失常了 没问题 我倒想看看大师的水平 到底怎么样 要是第二块开出来 也和第一块一样 那我可没兴趣跟你比了 这就证明大师只会耍嘴皮子 一点本事都没有 那你就看好了 千万不要眨眼睛 我会用实力狠狠地打你的脸 布莱恩叫工作人员 切开的第二块石头 里面确实藏了玉 但却没有多大 只比盼盼选的第一块石头 要大一点 看到了没有 这就叫做实力 只要是我选的 每块当中必定出绿 就这么小一块 你得意什么 就这么一小块 你知不知道开出有多难 里面能有就已经是很难得了 工作人员 帮我把这块石头切开吧 工作人员 切开了盼盼选的第二块石头 石头切开后 直接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怎么可能 这石头外表平凡 一点也不像是葬玉的样子 居然开出了帝王玉 这可是最好的玉 大师 怎么样 我是不是不懂装懂 我有没有在硬称 你们是不是该为自己的傲慢 与无理向我道歉 对不起董夫人 一开始说 我有眼不识泰山 没想到您这么厉害 董夫人 我也为之前的无理向你道歉 董夫人 我还从来没见过 你这么厉害的人 求你说我为徒 我想跟在您身边学习 不用了 我都说了 我对赌石没有兴趣 我也没有收徒的想法 董夫人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尽管跟我说 您不必客气的 秦先生和我老公是朋友 我肯定是要帮您的 既然比赛也结束了 那我就和我老公先走 秦老板你忙吧 好的董夫人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尽管找我 离开御师大会后 盼盼和天赐也来到了母亲家 天赐 盼盼都怀孕了 你怎么还是老是带着他到处乱跑 应该让他好好在家养胎才对 我冤我 是盼盼说 他梦到了一个叫姗姗的女孩 那个女孩和玉佩有关 我才带他去御师鉴赏会的 妈妈 你也别怪天赐 确实是我要求出去的 这玉佩跟我真的很有缘 是一个叫姗姗的孩子画画成的 他托梦告诉我 他是我未出生的孩子 让我去找他回来 所以我才会出去的 盼盼你从小就能梦到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看来这次的事情也是真的 难道这块玉佩 就是我的外孙女吗 应该是这样的 他还会时不时的和我对话呢 不过他跟我说 外国的博物馆 还有一块这样的玉佩 要两块合一 我才能够生下他 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抱到乖孙女啊 咱们赶紧去那个博物馆 把另外一块玉佩找回来吧 哪有妈妈你说的这么容易 珊珊跟我说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国家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 那么多博物馆 一个一个找 要找到什么时候呀 你说的也对 那怎么办呀 我还等着抱乖孙女呢 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珊珊说她会给我线索的 那好吧 我的乖孙女 长得漂亮不漂亮呀 和我像不像 跟您长得可像了 一样都是大美女 柳月连忙来到盼盼身边 将玉佩娶了下来 狠狠地亲了几口 乖孙女 外婆亲亲 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出生哦 外婆好漂亮 珊珊好喜欢 妈 珊珊说她喜欢你呢 真的吗 我怎么听不到 看来只有盼盼你 才能听到珊珊的声音 我这乖孙女的嘴可真甜 盼盼 你快帮我也听听 珊珊喜不喜欢我 爸爸身上硬邦邦的 一点都不舒服 珊珊不喜欢 珊珊要和外婆待在一起 珊珊说你身上太硬了 和你在一起不舒服 她想和妈在一起 不是吧 被未出生的女儿嫌弃了 半练肌肉也有错嘛 从明天起 我就不断练了 我要吃很多甜品综肥 这样和我在一起 就会舒服了 爸爸可真是可爱呀 珊珊逗你玩的 珊珊很喜欢爸爸 爸爸不需要吃胖的 天赐 珊珊说她在逗你玩呢 真的吗 我就知道 我的乖女儿 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呢 不过 这女儿可真是调皮 居然还会捉弄爸爸了 谁叫爸爸太可爱了呢 喜欢爸爸 所以才想要捉弄她 妈 把玉佩给天赐吧 自打我怀孕起 她就每天都贴着我肚子听声音 她像孩子都快想疯了 行吧 那就便宜你这小子了 天赐接过玉佩 玉佩却开始不停地闪烁 探盘你快看 玉佩在发光 她肯定是在说喜欢我 看来我的珊珊很喜欢我 没错的 珊珊确实是这么说的 其实珊珊是说 你的手上有汗臭味 黏乎乎的 一点都不舒服 看你这么高兴 我还是不要打击你了 盼盼 差不多也到晚饭时间了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出去给你买 你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吧 只要是妈妈做的 我都爱吃的 这怎么行 你现在可是怀孕了 一定要好好补补 这样以后 身体才不会落下病根 我给你去买只鸡 给你炖食权大补汤 好的 谢谢妈妈了 刘悦去买食材后 天赐则陪着盼盼 在家门口散步 而他们却刚好碰到 一位浑身脏兮兮的女生 这个女生一直站在她家门口 这位小姐 你有什么事情吗